哈喽大家好,欢迎大家收看情感电台,我是一丹 你爱我吗?这四个字,想来是最难开口 我们在心里想了百千遍,将要开口的时候还是觉得腼腆 关于你好的坏的,我都听说过 你说过,为我欢喜,为我忧 我威胁你说,只有欢喜,没有忧 你拍拍我的脑袋笑着骂我,你一天天的快丑死我了 可是我怎么忘了你当时笑的温柔 是的,我怎么能忘了呢?你笑的这么温柔 日子很长,你的模样会被我逐渐遗忘 当初我们是如此爱着对方,我们一起窝着看西游摩片的时候 舒奇在电影中说,我也有一个小小的梦想 希望能碰到心目中的他,嫁个如意郎君 生个小宝宝,你对我说,我爱你,我深信不疑 我也希望你真的是那个他 可是舒奇不能和文章饰演的玄宗在一起 就像我们不能在一起一样 可以相爱,却未必能在一起 你那么喜欢我,可是却让我最难过 我也曾为你欢喜过,直到你的模样模糊 你的嘴角的温柔笑意还是那么清晰 我们曾相爱,想到就心酸 好了,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在这里呢,祝天下有情人都能够终成眷属 谢谢您的聆听